冰天挖前面这个池塘 首先我们先开下去 把下面的杂草清理掉 清理完之后我们放水 堤坝要求三米宽 加宽我们选择加宽外面 假如加宽里面的话 本来池塘就不大 还加三米宽就没有池塘了 我们挖旁边地里面的土 把泥坝筑起来 地里面可以挖一个深坑 等一下我们清理池塘里面的泥坝 就甩到这个坑里 然后就是重复的动作 甩土拍一拍 再甩土拍一拍 侧面给它按一按 地坝加宽已经快搞完了 我们再站在上面拍一拍 就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先站在上面 出点泥巴 试试池塘的深浅 现在我们开下去 甩泥巴 我们把汤底扫一扫 好看一点 然后我们开上来 把堤坝上的泥巴 扫下去 扫完之后 我们就站在上面 整这个内坡 我们把土收拢过来 靠在外坡上面 然后就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我们再把坡拍一拍 然后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然后就搞成了这个样子 我们开下去 把泥巴扔平之后 再看看这种的效果 最后我们看看效果 会儿打也不适合大家发现 看着还行 收工 完了 刚整的堤坝就垮了 这怕是结不到账 我赶紧搞了些阻止给它插进去 应该能分过去 东家这个鱼塘 堤坝年年修 年年垮 也发费了不少钱 干脆 一狠二狠 给它打上粪泥土 发布多说 开始一天的工作 去鱼塘的地方没有路 想要下去施工 先得修一条路 挖鸡才能下去 东家说 这条下去的路 好一点修 到时候鱼塘打鱼 直接就可以开车下去 拖到及时去慢 不用还像软奶一样 要人工背上来 下来之后 首先对鱼塘四周杂草 进行一次彻底的清除 尤其是堤坝上面的杂草 要清理干净 防止后续加宽堤坝的时候 掺杂在里面 导致漏水 杂草清理完 我们就把堤坝 需要加宽的地方 底下清理干净 老堤坝削一削 跑一跑 扫皮 奶奶肥肥 反反复复 每天50公分头 一层一层 两压做起来 可以看到鱼塘本身的堤坝比较窄 要加宽的位置 需要很多的头 我们可以在鱼塘两边 头比较干的地方 深挖两个岸 这样既加宽的堤坝 又加深的鱼塘 一指两得 虽然鱼塘里面的泥巴不是很多 但我们还是要给它 找个地方堆 四周观察了一下 堤坝旁边有块地 就非常的不错 我们准备在这里 做一个堆泥坑 还可以挖些干头上来 加宽堤坝 四周堆点头 围起来 这样堆泥坑就做好了 不知不觉 就到中午了 东家咋还没喊我去吃饭 随着堆泥坑 不但加深 转头到堤坝上 很快啊 我们堤坝就做起来了 现在我们就可以 清理鱼塘里面的泥巴 我师傅就站在堤坝上面挖个岸 我就开到鱼塘里面 把泥巴往岸里面挖 DDK被我们两个 一点一点就填满了 扫一扫 扫一扫 弄瓶子 到时候种点羊鱼土豆 马铃薯 剩下最后一点点 清理吃吃 鱼塘里面的泥巴 就彻底清理干净了 把堤坝的泼 收一收 鱼塘再转点土上来 把最后这个点高度做起来 这样整个堤坝就做成型了 因为需要打粪瓶土 我们需要对堤坝进行精修 堤坝的坡 反反复复精心拍打 冒石的位置挖出来 堤坝上面来回压石 挖机站在上面 能做的是做完 我们就把挖机开下来 把下面的坡拍一拍 多如的部分削一削 就这么搞过去 刚搞到一半 东家跑过来跟我说 完了堤坝垮了 我这心里就有点纳闷了 这怎么可能会垮呢 我在这堤坝上面 观察了半天啊 唯一的可能就是鱼塘露水 导致底下浸湿变软 堤坝加了这么宽 底下承受不住压力几栋了 所以就开练了 这种情况以前也遇到过 解决办法也简单 擦一些竹子续装 进去就行 问题不大 东家也是很勤快啊 把自己要当柴火烧的竹子 全部搬了过来 我们就用挖机啊 给他一根一根的拍进去 OK OK啊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堤坝底下 烫一烫 修一修 搞漂亮 才没修一份啊 东家又爆来了很多这个树桩 要我给他拍进去 他担心树桩插扫了 堤坝废垮 全部给他拍进去啊 这样肯定是万无一失 OK OK 这样堤坝加宽 就搞好了 最后再把鱼塘挖的岩 填一填 拍一拍 防止东家打鱼的时候 掉进去 鱼塘里面一点点泥巴啊 收一收 转到上面的地里面搞平 今天这个鱼塘 我们就挖完了 最后看一下效果 搞完 收工 哎 就很棒